他帮人运货卖过烧烤 女儿出生后他想改善家庭条件 可真要贷款做生意却非常怕赔钱 能保本也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赔了 赔了的话欠的钱都更多了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 一年时间没赚到钱 反而又欠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别的孩子玩玩具 他的孩子在边上看着 一个娃娃那时候九十多块钱吧 那时候我也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面临困境 他反而不再怕赔钱 富贵险中求啊 必须赌一把 如果老天爷 别恋的话 这个命运就能改变 你把所有的家长 全部都挡在里边 而且万一赔了 真的 都能去跳楼的感觉 看山东省辱山市的猴尾 如何绝地翻身 白手起家 四年时间打造一个年近赚 两百多万元的企业 欢迎收看知福经 创业当中啊 很多人遇到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俩字 什么呢 没钱 这个想创业又觉得钱不够的朋友 不妨看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侯伟 这侯伟创业第一年 不仅赔光了多年积攒的十多万元 还欠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可随后呢 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四年的时间 打造了一个每年可以净赚 二百多万元的企业 那么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里是猴尾的海上牡蛎养殖基地 猴尾正在带领员工 捞今天要卖的牡蛎 这个有多重啊大概 这个能有半斤吧 像这样的一个能卖多少钱 能卖十二 十二 好卖吗 好卖都供不应求 那现在像今天这么一船 大概有多少钱啊 一万两千多斤吧 到一万五 这样的一艘小船 出海两个多小时 猴尾就可以净赚十多万元 当地其他养殖户 一船赚两万元都难 猴尾的牡力到底有多好呢 他现场给记者打开了一个 让记者尝尝 这个那我能直接吃吗 可以可以 咱们这是一类海水的养殖区 它是直接可以直接生吃的 但是外来我得肯定去一下 海水这个咸味 别的 先看好 倒给第一杆 特别鲜美 感觉味道真的不错 有一种特有的海腥味 但是还是特别 口感特别细 猴尾的牡力养得很肥 记者想一口吞下去 都有点费劲 通过牡力生意 猴尾现在一年 可以赚两百多万元 可就在四年以前 猴尾的家庭 比当地普通家庭都差很多 猴尾夫妇至今对下雨天 居幼儿园接女儿的事情 记忆深刻 人家的孩子都是坐车走的 而我的孩子呢 我要穿着雨衣 然后把它包在雨衣里面 然后接着就要回来 当时到家以后 我俩子全湿透了 并且女儿上感冒了 就感受着 做男人的 坐得里面不称职 孩子也没怎么闹 稍微哄了一会儿就好了 觉得以后肯定会努力的 哪怕是累点 苦点都赚得钱 四年前的猴尾 不仅没钱买车接送孩子 还欠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猴尾用了一个冒险的办法 逆转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用四年时间打造了一个 可以年赚两百多万元的企业 猴尾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市 初中毕业后18岁外出打工 2008年29岁的猴尾 结婚后回到了家乡 外出打工的他 雷散下钱 只能摆地摊 卖烧烤 2009年猴尾的女儿出生 她想多赚点钱 卖烧烤时 猴尾发现卖母帝利润很高 他索性买了一辆货车 开始倒卖母帝 虎家工厂合作得也不错 人家也幸运咱 一斤就挣个二三分钱吧 慢慢地从一车一万左右斤 最后涨的一车能拉个四五万斤 最高峰一天能花九车 母帝倒卖得多了 博尾也从中找到了挑选母帝的窍门 像这个比较椭圆形的 厚度比较厚的 像这种形状的牡蛎 肥满度是最好的 像这样的呢 这比较薄 它刚是在生长期呢 这个比较薄的 这种牡蛎呢 比较瘦 像肥满度最好的 都是这样种牡蛎 像这样 胎盖会有海水流出的 都是刚打捞起来没多久的牡蛎 同品种的牡蛎 外壳形状不同 里面的肉肥瘦会相差很远 侯尾又打开了一个扁壳的牡蛎 两个牡蛎正面看差别不大 但侧面对比却很明显 卖烧烤到卖牡蛎 虽然可以养家糊口 可侯尾手里总也攒不下钱 孩子受罪不说 想给老人看病也没钱 生活很落魄的一种样子 父母呢 有个病啊 我只能领他们上这个小的 我们城镇的小医院来检查 父母的病啊 住得很拖 因为父母都是农村的 他的这个牢伤啊 病痛啊 都很多 所以我就想啊 挣一定的钱以后呢 领他们上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医院 去替他们检查检查保健保健 2013年侯尾想养殖牡蛎赚钱 他认为自己有销路不愁卖 只要养出来就能赚钱 当时侯尾的舅舅因为年纪大 打算把自己的牡蛎基地卖了 侯尾跟舅舅商量后 舅舅把养殖基地先奢给了侯尾 等侯尾赚了钱以后 再把舅牡蛎基地的30多万元 还给舅舅 侯尾把舅舅的牡蛎基地 接过来自己干 这个基地占地无亩 周围有27家 跟侯尾一样的牡蛎基地 当时侯尾的规模 不仅是最小的 手里资金也是最少的 可四年后 他却成了这里赚钱最多的人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013年 侯尾把倒卖牡蛎的货车卖了 加上存款 一共凑了十多万元 可这点钱根本不够用 为了省钱 侯尾把全家都搬到了牡蛎基地居住 这样他可以投入更多精力 养殖牡蛎 必须亲力亲为的自己做 又从育苗到育肥 到它上市 到销售市场去 必须自己亲自的每一关都拔好 否则这个牡蛎 就达不到好的效果 达不到好的效果 尽管把家搬到了这里 侯尾手里的钱还是不够 他抵押了牡蛎基地 从银行贷了十五万元 开始养殖牡蛎 养殖牡蛎需要经常出海 当地一般用改装后的拖拉机 像这样 直接把船拖进大海 这些浮漂 是用来吊起养殖牡蛎的笼子的 这些笼子固定在距离海面 一米左右深的位置 这样牡蛎就可以吃到水中的生物 养殖牡蛎什么都不需要喂 只需要把养殖牡蛎的笼子 挂在羊流较强的海面 牡蛎就可以茁壮成长 侯尾第一年养牡蛎十分小心 生怕牡蛎出一点问题 当时我这些人 能保本也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赔了 赔了的话 欠的钱都更多了 侯尾没想到 自己怕什么来什么 原本最让他放心的销售出了问题 当地牡蛎收购价 往年都是两元以金 2013年底却只有一块八元以金 侯尾决定等等看 我的感觉 我就是自信 我有这个市场 这方面 我必须把这牡蛎坚持地养肥了 重量养上去 然后再出手卖 一个多月后 牡蛎的价格不仅没有增长 反而越来越低 原本一块八亿斤的收购价 变成了五毛钱一斤 便宜便宜 老实便宜到几毛钱 我感觉 就是几毛钱 最低的时候多少钱 五毛了钱吧 五毛了钱 还得咱自己去送 当时牡蛎加工厂 把收购价格压得极低 侯尾找了十多个加工厂 最后以六毛钱一斤的价格 把牡蛎卖了 2014年初 扛到最后的养殖户 反而赔得更多 当地很多牡蛎养殖户赔钱后 都不敢继续养殖牡蛎了 我感觉十家有三四家就不干了 十家就按这个比例 十家有三到四家就不干了 为什么呢 就是不挣钱 不挣钱没必要去坚持了 2013年底 天气冷 让乳山市大部分养殖户的牡蛎挽肥 这导致很多人 都集中在2014年初卖牡蛎 侯尾也不例外 他一块二毛钱一斤买进的牡蛎苗 六毛一斤就卖出去 干了一年 侯尾不仅没赚钱 反而欠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这一下让侯尾的家庭陷入了低谷 妻子带女儿出去玩 别人的孩子手里都有娃娃 而侯尾的女儿却只能看着 都是女孩子嘛 都特别喜欢 然后那个 就问妈妈妈妈 我想我想我想过去摸一下 我就 放心啊 妈妈以后肯定会给你买 一个娃娃那时候 那个差不多一套下来 那时候小套的也不会太贵 得九十多块钱吧 那时候也拿不出来 猴尾本想养殖牡蛎 改善家庭情况 没想到家里的情况 反而变得更糟了 猴尾的家人也劝他 别养牡蛎了 踏实地去卖烧烤 这样最少不用赔钱 亲人都不理解 就感觉的是盲目地投资 坐在一起 英常都议论这个话题 那个对我伤口挺大 我当时为了证明 这个事我一定要做成功 不能让别人看着 看瞧不起 2014年9月 后卫不仅没有放弃养殖牡蛎 反而投入自己的全部家当 又跟朋友借了五十多万元 这一下把身边的人都吓坏了 你肚子挺大的 你把所有的家当全部都挡里边去 都填里边 到时候 外一陪了 真的 都能去跳楼的感觉 什么都没有了 还一屁股饥荒 一屁股什么 一屁股摘 我们这儿图画叫饥荒 其实侯伟这次并不是赌 他在购苗之前 就详细分析了 上一年养殖牡蛎 赔钱的原因 不是说产品 这个牡蛎的品种产品 出现问题了 而是经销商扒的皮 扒得太狠了 经销商在操纵这个市场 而不是市场不应可牡蛎 我从那儿下来 我这必须要 我还并且要多 同伟判断 第二年牡蛎市场一定会好 可他并没有盲目出手 而是在进鸟前 先走访了当地其他的牡蛎养殖户 上苗的时候 我非常关注这个市 他们本来就是打牙比方 他们先去年13年 拉的是10车苗 拉50万斤苗吧 他就是到了14年 转过年14年呢 他只拉了一半 就拉了25万斤到30万斤 所以那时候 我都有信心 我都是猛上 当地养殖户 本来就减少了30% 剩下的养殖户 又减半养殖 侯伟判断 2014年底 加工厂绝对不敢压价了 要不连货都收不够 果然 2014年底 侯伟判断正确 他养殖的80多万斤 努力 卖了200多万元 这一下 侯伟就净赚了80多万元 他还清债务后 手里却没剩下多少钱了 可已经挣过一次大钱的侯伟 迫切地想快速改善自己的家庭状况 他要努一次更大 用我自己的话 好像是富贵险中求 要想投资 他都有风险 他没有平平淡淡地 来的 就是钱挣得那么容易 所以 必须 赌一把 做 看如果老天爷 变恋的话 这个命运就能改变 2015年 侯伟想出了一个冒险的办法 这个办法如果成功 不用拓大养殖规模 利润就能提升两倍以上 家里人却非常担心 我也挺担心的 确实是挺害怕的 但是我还是挺支持他 害怕什么呢 因为海里边的东西 谁都不敢保证 能只赚不赔的那种 任何人都没有指望 只能说是赌一把 原来侯伟要在夏天养殖牡蛎 当地传统牡蛎养殖户 一般从八月底 到来年的四月养殖牡蛎 很少有人敢在夏天养牡蛎 夏天有台风 你天气暴每天都看你 夏天台风特别特别多 夏天你说是血本乌龟那样的 很平常 没有台风的话 就是病害 听说过是什么 不是听说过 我见过 就是拿上来全都是空壳了 没有活的了 全都死了 为了牡蛎 平安地度过夏天 侯伟也做了一些防护措施 装那个重量 龙的重量都减半 然后我整个筏子装的都不能寄满 然后打那个木桩打得要深 用的物资全是新的 只能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 这样的办法如果来台风会好吗 来台风的话 如果登陆的话 肯定是不行 如果是在外围受影响的话 它能扛得住 5月到9月是牡蛎生长的一个关键时期 度过这个时期的牡蛎 壳会更厚 也会避得更紧 经过运输后不容易开口 侯伟冒这么大风险养出的牡蛎 要怎么卖高价呢 一般烹饪这种可紧的牡蛎 最好的办法就是蒸 这样蒸完后 牡蛎的原汁还保存在壳里 而蒸完后让牡蛎开口 还有一个窍门 开锅以后啊 两分钟啊 然后咔开这个锅盖 咔两下 这个牡蛎容易开口 蒸完的牡蛎 再用锅盖盖两下 牡蛎就容易开口 这样也就方便吃了 虽然消费者喜欢 在蒸熟之后开口的牡蛎 但却没人喜欢开口的生牡蛎 什么样的人 肯为了侯伟的度下牡蛎出高价呢 侯伟想到了一个群体 2015年 侯伟找到了陶小霞 陶小霞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老师 经常会去全国各地开学术交流会 周末时间比较多 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卖当地的特产 想把这个乳山的这个特产 向全国的人民推销一下吧 因为毕竟乳山作为一个小地方 环境其实很好 但是很多人知晓的却很少 相比其他海产品 牡蛎有个特点就是可以生吃 可并不是所有牡蛎 都可以捞起来直接吃 只有水质符合安全标准的海水 养出的牡蛎 才可以直接生吃 在欧美的话 就是这种水质 养殖的产品也好 或者博老的产品 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就能达到生吃的标准 我们的乳山牡蛎呢 因为我们的产品 也有一个定期的这个建策嘛 包括这个大产改菌也好 种育卵也好 包括被毒割贩 都是适合是生吃的 但是目前我们管内 没有具体的生吃的标准 陶小霞以当地水质为卖点 把侯伟的牡蛎 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后 很快 牡蛎就在陶小霞的 朋友圈里卖火了 一个周末可以卖一百多箱 而这也离不开 都未发现了一个 拍摄牡蛎的技巧 这样把刀放在一起以后 把这个刀往下 往上挑 刀尖往下压 然后把这个 这个 隔断 把肉放在上盖上面 这就是拍照片的效果比较好 同等肥度的牡蛎 上盖的牡蛎拍照 会明显感觉好看很多 通过跟多个电商合作 侯伟很快打开了销路 虽然侯伟的牡蛎 价格比别人高 可这些人 从侯伟那儿买过牡蛎后 很少会再向其他养殖户 买牡蛎 别人家的牡蛎吧 发给这个买家的时候 打开那个开箱 一般的别人家 可能会有像七八个 五六个这样张口的现象 其实张口并不是说 牡蛎坏了 是说明它在呼吸 但是作为买家 它并不开心 不喜欢 但是侯总这家吧 它有一点的好处 它有个秘方 就是开箱之后 可能只有那么一两个开口 对做生鲜的电商来说 产品最重要的不是价格 而是好评率 客户他不会说是 你赔他点钱 他们就会非常乐意 或者你赔他一箱 牡蛎 他们就会非常乐意 客户因为这个问题 他们肯定就 下次不会再来回购了 他的这个好评率很高 就是退货率啊 几乎是很少 所以大家也都愿意相信这个品质 相信这一家 度过夏天的牡蛎 肉质紧 壳也非常的紧 经过运输也很少会出现开口 侯伟养的度下牡蛎 不仅让自己赚到了钱 跟他合作的电商 也打开了市场 一天一般就是说是500箱左右吧 就是说是不正常的话 就是说是突然爆单的情况 就是800到1000箱 2017年 侯伟90%的牡蛎通过电商销售 他最普通的牡蛎 也能卖到6块多一斤 这个价格 比他直接卖给加工厂 高了两倍还多 侯伟认为 必须要继续养度下的牡蛎 如果客户上我家 要我什么样的东西 牡蛎 什么样的季节牡蛎 我都没有的话 客户就会流散到 上别的地方 通过养度下牡蛎 侯伟已经不愁销路 可他也没有放松过 对牡蛎品质的要求 坚持每批牡蛎都要抽茧 这个现在一定合格 够标志 这个肥瘦 这个肥满度你觉得可以 对对对 只要够这样的肥满度就可以了 他这里的都比较肥满 为什么每次都要自己这么谈呢 这样都做得自己心里有数 这样对客户要付货 要负责任 保证到客户的餐桌上 都是肥满度比较好的牡蛎 这种追求牡蛎品质的精神 让跟侯伟合作的电商越来越多 2017年侯伟的牡蛎供不应求 一年可以净赚200多万元 侯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给家人买了新房 带家人过上了他们期待的生活 侯伟从一开始投十多万元做生意 都怕赔了 到后来几百万元的牡蛎 年年冒险度下 除了胆量 更重要的是 侯伟加深了对行业的了解 他在冒险之前 都会谨慎地分析出 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用自己最有把握的方法去做 咱们讲 做生意不是投的钱越多越冒险 关键还在于对市场的把控 好了各位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经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经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这道菜有些人吃了就想吐 有些人爱得不得了 味道很好 我很喜欢吃 这到底是道什么菜 他叫汪泽林 靠着这种菜 他用三年时间建起了一条 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 年销售额超过一千万元 汪泽林究竟靠什么 把草做成了一条龙 大约 帅